爱海我追,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每个人都有一个从小心中的梦想,理想至想 那我呢,从小就是好奇心强 我把我爸爸当成榜样,他很有科学精神 从小就会每周让我去看这个科幻电影 包括探索时代,对真理的探索 以及动物世界,自然的规律 我爷爷也喜欢看这些 他给我买的那四本十万个为什么 我每每烦闹都是自自不就 后来呢,大概零九年 我有机会一个朋友去看那个盘吧 把你的出生年月 然后人家一算,怎么这么巧 真的有高人 他其中自然有他的规律 我就说什么要搞懂 就开始 那后来,因为我从小病很重 也求神败过 17年,身体实在不行了 一个世界出现了 然后,梦里给你传工 包括现实当中给你治疗 从此之后,我也会了一套功法 不管是静是动物 身体自发的自我疗愈 然后,会给大家讲 传授,很简单 每个人都可以 包括梦里,这些先佛神圣就会出现 给你一定的点花 嗯,真正可以说进入了学门 山一形象谱,玄学武术 这五个,我都略懂皮毛 但是,我更在意的是它其中的原理 就跟这个科学,现代时代结合上 如果还是单纯的寂寞生活图 是不能够为现代人所受用的 包括平台也很多人 大家都知道不让讲 嗯,上四年级的时候 老师让回答问题 你心中的梦想 人到我的时候,你就是科学家 但那个时候不太懂了 科学一经,究竟根源 书里脉落 末法时代以惠为成 人生苦短,怎甘心 不知英国始末何来何去 你忙的轮回 血泥红爪 男儿又怎能无家国天下之心 服务社会不负此生 天一将生,地一载月 日为照明,月半修身 何以为毛,无以为毛 给我一双翅膀 我将飞向浩瀚的宇宙 与我一只尾巴 我会游向深邃的海洋 借我一个时空 我要看清上古神话 从此一脉相承 要我中华 这些都是我由心而敢发的 我没有轻易进入术术 因为摸不清它的根源 原理 我觉得是照本宣科 无法理解古人 甚至更无法说超越 这个时代斗转星移 背头七星再过一万年都会再改变 到时候很多东西 规律 就要重新调整 一定要搞清楚 这两大短视频 现在已经那个网店也开了 大家去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价格当然是非常合适的 去找最低价就可以了 一经中所谓上向者之起器 这也是四个之一 但是很隐碍很多东西不知道 价格